字幕後 大家好 哈囉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湘湘 我是小魚 今天好開心可以來到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 而且很有夏天的味道 嗯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435一文特區 板橋435一文特區 这一次我们要透过线上的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完成我们的435三个指玩具 那我们在一开始最先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只要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连结处 就可以看到这个档案就可以下载 又或是在我们的435粉丝页上面 也可以有档案下载 下载下来的档案之后呢 下载之后的档案如果家里有印表机的话 就很方便我们可以把它印出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制作 可是如果家里没有印表机的话呢 现在很方便 在便利商店也可以用便利商店的列印来印 只是在便利商店列印的时候提醒大家 你要选择特殊纸 因为特殊纸的棒数比较厚 它印出来就可以像这样子站着 很棒哦 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要制作的工具 我们需要有三个工具 哪三个 我们需要有 第一个 刀片 准备好了 第二个 双面胶 准备好了 第三个 尺 支尺近乎有 你的尺在哪呢 尺 我也准备好了 有了这些工具 就可以开始制作 我们今天的纸玩具咯 等一下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切割垫 如果没有切割垫在家里这样子给它割下去 妈妈可能会生气哦 我们把下载下来的档案 立印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三张 一张是四 一张是三 还有一张是五 然后这边有写 虚线是折线 组装的过程需要用到双面胶 那小朋友你们也不用担心说 我们会忘记怎么制作 因为在我们的下方这边有一个说明书 这边有一个QR Code 只要用手机扫描QR Code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 你们就有制作过程哦 把手指头压在刀片上面 然后顺着我们黑色的轮廓 把我们的形状裁下来 记好是顺着黑色实线的部分 不是虚线哦 然后一边割的时候 一边可以转动我们的纸张 可以让你的手 它的方向比较顺利一点点 所以我们的刀片 只要一直是从上往下 或是斜斜的方向就可以割了 你看我 香香老师 如果我不太会割怎么办 其实这个动作是需要大人帮忙的啦 哦 所以如果我们身边的大人 刚好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帮我们一起割 那大人负责割 小朋友负责黏 是吗 那如果真的没有大人帮忙 小朋友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使用剪刀 啊 用剪刀也是可以 只要小心 不要把它剪断就好了 如果真的剪断了怎么办 再用胶带贴起来啊 胶带贴起来就好了 也不紧张 割完了 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 小心地拿下来 接下来呢 的重点是我们 这边有虚线的地方 是我们等一下要折的地方 这里就需要用到我们的尺了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折的时候呢 可以折得很很顺利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刀背 等一下 是刀背不是刀尖的地方 对刀的背面 轻轻地划过这个虚线的地方 给它有一点压痕 但是没有要割断 对 轻轻地就好了 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它就会很好压 一压就变成哇 真的耶 好像外面卖的玩具哦 一下子就可以折 这里是没有压过的 就会这样子就不清楚 但没有折应该 没有画这个应该也还好吧 没有画这个的话 难度会比较高 真的吗 对 所以有画才是比较好折的 会比较漂亮 把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 好 然后把每一个地方呢 都先折过一次 等一下我们就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角度 来把它做粘合 那粘合起来呢 当然就要使用到我们的好朋友 将将双面胶 撕掉我们的双面胶 这边需要一点耐心 然后呢 这样子把它给贴起来 哦 对齐上面顶点的地方就可以把它贴起来 对啊 因为它已经是计算好的了 所以它应该是长度跟宽度都会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试试看这一边 支下来 然后对齐我们的这个虚线把它给黏上去 我们的立体造型就越来越清楚了 接下来换另外一面 然后 哦 这样小心那个角的地方 对 其实只要有点耐心 我知道了 沿着边边贴就可以了对不对 是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零件也把它取下来 然后很快的贴上双面胶 它不用贴得非常的整齐 只要不要太多的跑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用手一撕贴上去 那刚刚有说我们虚线的地方需要先压过 我们也来着把它给压一下 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的虚线是不是都已经有了 好 那我们就把双面胶给撕下来 这是要黏在哪里的啊 这个黄黄的地方当然就是我们的头发啦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头顶 哦 好像很容易黏错这个地方 对啊如果黏到别的地方的话 不要紧张把它撕下来就好 对好我们的头顶 小小老师我发现你先撕了一边 不是全部撕开来才黏 因为如果我另外一边也先撕开的话 可能就黏到我自己的手指头了 哦 所以我们先固定一边再黏另外一边 对 就比较不会跑掉 把步骤给分开来 哦 先从头顶黏 不是从脚底开始黏上来 从头顶比较不会高混啊 哦 但是如果小朋友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 那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最终只要把它黏起来就好了 对啊 会不会小朋友方法其实就是请大人帮忙你 会不会小朋友的方法就是大人做完之后给他玩 对得越整齐整个造型就越好看 那有多的双面胶也不用担心就把它给收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一样把它黏起来 哇 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站得起来呢 然后准备把小配件组合到上面去 这个时候的双面胶只要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它不用整面都贴上双面胶 只要在你要组合的地方 黏上双面胶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配件所以我会喜欢把它给弯一下 让它看起来比较有立体 原本的设计是让它把面具带在这里 那其实小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些考证 那我可以另外黏在任何自己想黏的地方吗 拿在手上也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啊 那我的领结我一样也是把它给贴上双面胶 以后折一折贴在胸口 一小片双面胶黏在手的背后 好 也要弯曲一下 稍微弯曲一下 然后把它给贴上去 完成 双双 其实我们会做一个角色之后呢 每一个角色的动作步骤都是差不多的 每一个角色步骤都是差不多的 第一个面先把它黏起来 哦 这边好像要特别留意不要黏错了 接下来的地方呢算是曲线 可是其实啊 我们只要有把这些点都贴上去 它就会慢慢的自己弯曲了 压一压 第二个地方 需要一点耐心 没有问题的 压一压 但是如果两个人一起做的时候就可以 很快 最后一个地方 也要撕掉双面胶 贴上去 这样就一面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就换另外一面 把小零件都给拆下来之后呢 一样在白色的地方贴上双面胶 然后确认我们的虚线都有被压过之后呢 我们先来组合我们的帽子 帽沿在这边 就是前面遮太阳的地方 撕掉双面胶 把白色的这个地方贴在里面 四边的哪一边都可以 然后把它给拆上 任何一边都可以吗 对啊 那我要怎么固定在头顶上 放上去就可以了 风一吹 就像我们的帽子一样会飞走 好写实哦 我们的山就完成了 这边有一个是短的地方一个是很长的地方 我们从短的这边开始接我们的最头顶 短边对短边 长边对长边 我知道 因为刚刚我们有先用那个刀背画一下之后就会比较不会搞混 如果没画的话真的会分不清楚 有些时候 对啊 其实整个工作的过程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撕双面胶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指纹会消失 这是我的左手 拿着画笔的左手 可以从这里开始贴 也有人想要从这里 对啊 小朋友可以自己 谁决定了舞的手在哪里呢 没有人决定 这是 自己的创作 小朋友可以自己创作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帽子戴上去 叹叹 欢迎 这435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非常简单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中正路435号 所以是435 原来板桥435艺文特区就这么简单 就在中正路435号 所以它叫435艺文特区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把我们的这三个纸玩具的造型也设计成 我们跟艺术非常有紧密点结合的角色形象 像我们的4就是 看出来了吗 他是 戏剧人 哈哈哈哈 所以他是戏剧人 戏剧人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3 音乐家 是音乐 那还有我们的舞 没有看出来吗 我知道 他在吹笛子 这是画笔 他是个画家 是画笔 是个画家 但我们435艺文特区呢 不只有这三种艺术形式 我们还有各种更多元 更广泛的艺术的样貌 那为什么没有舞蹈呢 嗯 如果要舞蹈的话 我们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来完成啊 所以我们也请小朋友们 可以准备好自己的空白纸张 然后还有画笔 香香老师你是说自己画吗 登登 剪出我们要的零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替换我们的角色咯 把原本的零件 拿下来 放在旁边 这次让他从演员 变成一个喜欢跳舞的表演者 穿上我们的蹦蹦裙 变跳舞的人了 原来如此 所以这个植肉 就可以自己变形成 自己想要的角色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到这边 暂时告一段落咯 希望各位小朋友 或者是各位家长们 都有很开心的创作 那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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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